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协和美国 东协和中国 日本 韩国 以及和中日韩三国 这是东协加三 然后呢就是东亚峰会 东亚峰会完了以后 那么从柬埔寨金边的会场呢 大队人马就移世到印尼的巴厘岛 到巴厘岛呢 中国大陆派去的到金边的是李克强 然后到巴厘岛这边习近平亲自披挂上阵 所以在巴厘岛这边呢 先是14号上里边一的习拜会 然后接着就是G20啊 就是G20的峰会 G20峰会之后呢 大队人马就移世到曼谷 到曼谷是APEC 是APEC领袖会议 就一连串的这个会议呢 非常的热闹 非常热闹 当然也让也也当然得到了一些具体的结果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这次的会议的一个结果 那这次会议呢 这总结来讲 可以看到他东间都有受到别的因素所影响 因为东南亚国家呢 轮流当主席啊 这个就是柬埔寨啊 印尼啊 泰国啊 轮流当东道主啊 当主席 当主席 他们都希望这个会议呢 能够集中在比如说气候啦 能源啦 粮食的问题啊 做东南亚国家最关切的 但是呢 呃 欧洲来这些国家呢 比较关心俄乌战争 所以到底哪一个会影响到哪一个的发展 比如说如果在粮食上面得到一些协议 但是俄乌战争呢 重要性豁然升高了以后 可能因为俄乌战争造成与会国的一个分裂 就导致最后没有协议啊 会不会大家本然就担心这样子 那么在呃 在印尼开这个G20的时候呢 发生个事情 那就是礼拜二的时候呢 就是乌克兰的两个防空飞弹呢 打掉到了波兰境内 啊 当时大家想说到底是俄罗斯打的谁打的 那是引起到这是上个礼拜二的一个问题 然后到礼拜 到了 到了礼拜五在APEC开会的时候呢 那么又发生 北韩呢 试射了ICBM 北韩又试射了洲际弹道飞弹啊 一下大家关心点 一下又跑去洲际弹道飞弹去了啊 所以还好最后呢 地主国 那就是主席国都还能把问题给转回来啊 那么尤其在这个G20的时候呢 印尼总统佐科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么本来大家呢 对于到底该不该谴责俄罗斯 或怎么表达对俄乌战争那个看法有不同的意见 一度都会传出可能没有联合声明 那对佐科威来讲就是很大的打击啊 那佐科威他当然从夏天就开始四处奔走 希望大家能够各国来参加G20的峰会 能够把印尼啊 或者把东协整个途征到 接上到东南亚的一个中心 到国际舞台的中心 那结果如果因为这样子而没有达成协议的话 那就功亏一篑 做佐科威居中的这个协调啊 协调最后呢 终于哎 达成了 那么这个G20的一些联合的声明 也找到一些妥协的文字啊 那这个妥协文字呢 在后来曼谷的APEC发表联合声明 就谈到这个恶物战争时候呢 也一样是引用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G20的重要性 其实又超过了啊APEC 所以美国一些学者就表示 G20现在慢慢有世界政府的一个雏形 很多重要的危机啊 在G20的会场是可以来来讨论的啊 那APEC呢 当然也是谈到了一些经济啦 环保啦 粮食啊 那这次也提出了曼谷目标 曼谷目标啊 就是生物循环绿色的一个经济的目标 所以环保问题还是大家非常关切的一个重点 但是这整个会议里面呢 其实一般都要的讨论 当然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印尼 这个G20的会议 他的主席国 那么印尼总统佐科威呢 展现了他的能力 也凸显了印尼 也帮印尼招到了很多的国外的投资 这个是他要的 他要的 那么那么根据印尼的这个政府最后的统计啊 那么到目前为止 那各国纷纷投资啊 包括包括印尼的这个基础建设啦 或者习近平说 要帮印尼做各种数位经济啊 他总共总共到目前的投资呢 到今天为止已经吸引到140个项目 那么总数呢 达71.4个billion啊 714亿美元之多啊 所以这是就是这个里面 那总统为当然除了发展的经济 他做东东最大的一个水 水利计划 五个水坝 五个水坝 卡阳水利系统啊 那也是中国跟日本一起投资 要帮要帮着印尼来做的 那印尼呢 他还希望为他的迁都啊 那么因为他要迁都 迁都里面呢 那么大概80%的资金 要从国外的各种投资来筹措 所以这是印尼那么重要的 那么卖力的办 办这次会议 那会议的结果 也果然如他所预期的一般啊 呃成功啊 而且后面 不管是周科威或者是印尼 他的能见度 他的吸引力啊 其实说增加 那会议结束之后 你可以看到 拜登总统呢 他就参加了G20 但是他没有参加IPEC 他回到 回到美国 去参加他孙女的婚礼 那可见 G20的重要性 在拜登眼里 应该超过了IPEC IPEC派的是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来参加 那贺锦丽在IPEC完了以后呢 当然也跟也跟泰国在谈 也好接着到菲律宾去访问 那么为了能源问题呢 他帮泰国啊 菲律宾都说帮你发展核能电厂 核能电厂 最新的核能的技术啊 在现在环保的这个趋势之下 重新受到了重视 核能电厂 发展核能电厂之后呢 在菲律宾呢 那么贺锦丽也表示 美国计划在和菲律宾增设基地啊 增设基地 因为整个东南亚的情势啊 南海的情势啊 风云归决 那美国要加强 在菲律宾的一个军事关系 那菲律宾的这个 马克思 小马克思总统呢 那么他的政策相对来讲 他是亲美 但是不反中啊 那在亲美的这种情况下 跟美国的关系 当然越走越密切啊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东南亚整个态势 第二大的新闻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呢 那就是在埃及举行的 联合国第27届气候会议 COP27 那么在上个礼拜 礼拜天的时候呢 11月20号的时候呢 那么COP27呢 就是第27届世界气候峰会啊 达成了协议 达成协议呢 就大约成立基金呢 帮助穷国弱国 面对气候的灾难 因为你有钱的国家 你们过去的发展发展呢 造成很多很多这个温室气体的排阴啊 排放啊 整个大气大气的这个环境的破坏啊 环境破坏现在造成这个大自然的反扑 大自然的反扑 结果影响到世界穷国弱国 他们碰到了灾难的 这包括了这个水灾啊 旱灾啊 飓风啊 暴风雨啊 尤其像像今年整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国家 这个这一大半的国家是泡在水里面的水灾很厉害 连海军都开到地面上来救灾了 可见多严重啊 这巴基斯坦就领衔 领衔呢 就叫很多的 要联合很多穷国弱国说 那你们这些已开发的国家 发达国家 你们要付钱呢 要付钱帮助我们度过这难关 过去几十年来 这些国家都不付钱 他不付钱也不答应 不答应的原因 三十年来呢 都不答应 最主要的原因呢 他是怕这个 如果一旦开始说给予补偿啊 对自然财给予补偿 就开了一扇门 就表示说 我们承认 我们是错的 那以后所有的温室 气体的排放呢 所有的责任呢 大家一追究起来就没完没了 所以这次谈判呢 就达成个协议啊 就是呃 你补偿或者或者这个援助的这个钱呢 跟你们有钱国家 发达国家 有没有责任 这是不相干的 啊 不会说因为这样就说 你们就要负责责任 以后穷追猛打 不会 这样子才慢慢达成一个协议的一个 但是目前为止只是框架 框架呢 大会呢 要责成24个国家 组成一个委员会 来花一年的时间来讨论 钱怎么出 怎么来啊 怎么分配 那么在这里面呢 那么钱 钱怎么来呢 怎么分配呢 呃 这个当然又花一段时间 所以这起码是有一个协议 但一年之后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 这我们等一年以后才能看 但是呢 又有人讲 这次会议 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都没有什么成功 比如说 在淘汰石化燃料 一时 没有进展 淘汰石化燃料 没有进展 大家在减排的目标上呢 也没有达成共识 啊 也没达成共识 所以这变成一个呃 大的目标 没有共识 然后就谈到一个给钱啊 美国国内的一些想法 一些一些参议员啊 什么他们的主张是说 气候问题很重要 但是重要应该在我们的创新 怎么样减少 对对这个呃 空气对大自然的伤害 是我们的呃 生产方式的创新 不是拿纳税人的钱 去补贴那些穷国 这方向是完全错误啊 是美国内部的还有这样的辩论 所以这样的辩论的结果 倒是24个国家 组成committee 一年以后 能够有多少国家 达成协议 大家怎么出钱 愿不愿意真的承诺 然后资金到位 然后怎么分配 这个呃 都还有在观察 最后的呢 我们看到世界的一主球赛 世界的主球赛呢 在卡达的这个主球赛呢 这20号正式的开幕 然后开梯啊 那这次引起了 现在赛斯本身呢 当然你看到 卡达投下了不少的钱 来做各种的整治啊 中国大陆呢 也也投了不少的钱来帮忙 那所以这也可以看到 中国在卡达的影响力啊 那当然卡达本身呢 这次会议 他的碳排放太多了啊 然后或者说人权问题 引起一些争议啊 那么但是他整整个 他还是看着主球赛 是非常的非常的热闹 但是这里面几个政治的意涵呢 所以看到几个点啊 第一个点呢 我们就看到伊朗的球队 这次在开幕式上呢 唱伊朗国歌手 他们没有唱 闭口 闭嘴 没有唱 没有唱的原因就是 声援国内的抗议活动 伊朗的国内呢 因为那个库德族的女生啊 因为没有带头巾啊 什么 后来被道德警察 关了三天 后来死在狱中啊 这件事情在伊朗 已经掀起了 一连串的一个抗议 实为到现为止还在啊 所以这些球员 他是声援这个抗议的活动啊 这是第一个政治上的意涵 第二个呢 可以看到卡达的角色 如果如果回忆一下 卡达那么这过去呢 曾经被2017年到2021年 被沙吾地封锁 封锁他四年断交啊 但是因为他号称卡达 跟伊朗的关系也好 或者卡达他的他的这个呃 他就半导半导电视台在卡达 而对沙吾地对很多保守的阿拉伯国家的批评啊 所以沙吾地联合的阿拉伯这个国家 对卡达进行封锁 封锁好像卡达是全世界人人均所得最高的国家 有钱嘛 所以很多物资都是空运啊 但是后来呢 当然在沙吾地改变了政策 在去年才解除了封锁 而美国呢 在两难 因为美国在卡达是中止部的指挥 在在卡达啊 所以没那么在中间呢 美国也在中间希望能够协调 那卡达呢 那重新回到国际舞台 他也扮演国际上调停的角色 比如说美国跟塔利班的谈判 其实就在卡达啊 所以卡达他是小国 把他自己的影响力整个放大啊 这是可以看的 第三个点呢 就是也就在这个世界杯刚开梯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的那么中石化和这个卡达能源公司 在11月21号的礼拜一的时候呢 宣布签了一个为长时间长达27年的天然气的一个协议 每年那么中国买卡达400万吨的天然气 27年27年 那这个当然也是很重要一个事情 那也也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影响力 如果你看中国跟卡达前27年的这个天然气的协议 然后你再看看习近平即将去的沙吾地的访问 你可以看得到整个中东的局势有所改变 所以大概就上礼拜三大块的新闻 为你整理到这里 我们下礼拜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m